歡迎來到我們聚研書室的節目 我們這個節目叫做黑木崖 今天很高興 我們請到身邊有陳時齊博士Jasha 跟我們一起參與今天的節目 今天我們的題目就是香港的城管化問題 我們的城市已經越來越有限制了 是嗎 之前我們也有幾件事 其實很多事情已經 我記得林輝寫的文章說 我們這個情況越來越緊迫 遠一點就有一個國民教育 然後又有一個網路23條 走出來就說我們要改革這個知識產權 誰知道怎樣改革呢 就是上網那些東西 你惡搞啊抄襲那些 那些就要捉了 因為那些違反了版權 另外又有近的又有很多不同的 即近的還有這個 今個禮拜就是被人罵得最厲害的 是的 逮捕機制的文章 逮捕機制的文章 是的 我們希望今天的節目 就跟大家說一下這幾件事 因為大家看看Biu 就發現原來快到了一個大日子 就是 7月1號 就是 每年到這個時候 香港要有什麼躁動呢 就有一個指標性的日子 但是今年我覺得可能有一點不同 怎樣啊 因為我們感受到民怨已經有些不同了 那個程度 加上今次這個硬推逮捕機制 令我們想多很多事情 我都可以逐樣說 只剩下我們有 遠處都由國民教育開始說起 有沒有呢 哈哈 國民教育 即是 香港是一個很開玩笑的地方 即是 即是 國民教育 其實真正的國民教育 裡面應該搞好中史 是 而且是搞一個比較 我們叫批判性地去思考中國歷史 嗯 以前 我想大概十年 以前左右 這件事都比較難做 但是過去十年 中國大陸自己 都出了很大量 民間人民自己 一些史料 找回所有史料 然後把它寫成一個很通俗 很高度可讀性的故事 又說每一個朝代 那些故事 如果你喜歡怎樣 滲入一些思維 都可以 總之就是很有趣 然後很多思維 所以可以令人明白 中國歷史是怎樣 至少去想 其實應該就是搞這種事情 但現在就不是 我們搞一個很搞笑的 即是那些叫做 我們叫做 白毛女式 或者叫做 智彩威虎山式的國民教育 那些樣板戲 全部都是 即是 即是一定要說 即是頂他的肺 就是這樣 都搞出來 即是這班不知道什麼 其實我記得以前我們小時候 即是當然 我中學的時候 或者 那時候都完全沒有所謂的國民教育 是的 但是他會有時候從你的歷史 或者是 那些過程中會滲出來 我最記得有一次 就是講生害革命 那個描述都是 即是會講到 這個 即是中國經歷這個百年的苦難 那終於 就是 鴉片戰爭之後經歷了很多的苦難 本清腐敗 終於我們等到 孫中山 即是經歷過很多轉折都搞不定 即是孫中山生害革命 是的 即是當時我記得上台的時候 那些同學覺得 唉 怎樣 我有生害革命 我們 即是 都會忽然間好像很上腦 那樣 唉 太好了 孫中山厲害 即是 即是當時都有一些這樣的情懷 是的 但是 即是如果你現在看了十月埋伏 更正 更正 即是十月為成 即是十月埋伏 是的 但是 但是其實今年 今年 剛剛回到大陸 今年是多了很多 討論生害革命 通俗 通俗 是的 其實 看回生害革命的歷史 都很精彩 但是 香港政府 即是 只是在歷史報道 搞過生害革命 一百周年前 搞到無色無色 5月16日 就下了畫 大部分人都未放假 即是未教人去看 就已經下了畫 還未有拿到十月 是的 還未有拿到十月 那班人都會撞掉 即是你說香港政府那班人是很失望的 是 這頭 即是新海革命很重要 那頭是甚麼 這頭 曾蔭麒麒就好像指出新海革命 不知是否開幕 是 又被人批爭 沒有特地批爭 沒有特地批爭 有人想截著他 跟他講話 但是 不小心被人批爭 只是被人批爭 然後把他批爭 那他便發誓 好像佛神經 他們就說 嘩 你真是極度暴力 你真是不知自己是甚麼場合 如果你們新海革命 炸了你 你這些滿清酒狗 曾蔭麒麒就等於滿清酒狗 那滿清酒狗一早就死了 還可能在這裏 這樣的現世 所以這些人真是垃圾 但是說起新海革命 又說起愛國教育 其實我覺得 有一點是有自掘墳墓的感覺 開始 因為 我想起一齣戲 最近就是 這條建黨偉業 一講出來的時候 昨晚 昨晚不知道要做甚麼 昨晚什麼建黨偉業 什麼拍攝特輯 不想看 作偶 怎麼會發辦 但是我們看到有一個不同的說法 因為最近很多人就罵 開頭一說 我們就不了了 有來這些樣板戲 白魔女又出現了 但是我發覺大陸的網民 尤其是出了很多很有趣的內容 其中有一個就是 我們這個年代真的很古怪 我們鼓勵大家去看建黨偉業 但是不鼓勵是建黨的 我們今天的歌還革命 叫大家唱紅歌 但是不可以革命 但是似乎大陸網民 另外有一個就是 這個文國時代真是美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在報紙寫東西 不會被人拘捕 你發表意見 又不會被人抓 然後青年有理想 社會不是腐敗的 不用擔心有獨裁的 原來那是一個美好的年代 然後就說青年人 是時候建黨了 重新出國文老 我覺得其實 最搞笑的是 這個過程 如果我們說 我們要講建黨偉業 我們是不是要拿回 當年的理想出來 在20年代的時候 曾經有一些人 那些人不是白癡 那些人不是想著極權 在腦裏面建黨的時候 他們想著怎樣去 面對一個 多災多難的時局 看到一日連新出國革命之後 都是搞不定 都是混蛋的 所以才要搞五四 搞建黨 搞共產主義 當年是反帝 反直 那些都是很強的 今天反而這些都不見了 如果你看一下 大陸所謂的新左派 對於反帝尤其無力 譬如諸如此類這些 如果我們說 我們要重提歷史 我們說回共產黨 你究竟是怎樣起家的 當年 我不知道胡適是誰說過的 任何一個黨 如果背棄人民的話 一定會被人民唾棄 是啊 今天這些說話 很有趣 全部都是見到違憶 都會說出來 是 當然 那部電影拍攝的動機 當然很狂誇 但是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 後現代時代好的地方 這個是觀眾自己去解讀 他自己有主體性去解讀 他不需要受一個主導意識形態 限制他去看一套被迫看的電影 就算我是被建黨 我都要自己思考怎樣去建黨 這個是好事 問題就是 看著建黨委業出現下 或者看著什麼國民教育 你便覺得問題就是 當然我們有點擔心 但我希望我們不用過份擔心 香港的90後 甚至00後 一定有自己足夠的主體性 到時要搞一些爛的國民教育 在堂上 老師叫你 自取威虎山式唱國歌 那你便在這裏 扮世唱唱 唱完之後 老師問 這個同學唱得好 夠不夠愛國議程 大家全部鼓掌 愛國議程 充分百分之一百 全部過關 大家一起 所謂用共產主義文革年代 中國的講法 叫大家齊齊走過牆 是不是 你們死了 之後一到台 大家齊齊走過 共產黨 大家齊走過牆 就是政府 希望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現在最近都見到 有些少少 在年輕一輩已經開始 覺得不行 譬如我們見到 有90後的關注組 已經去關心國民教育 這件事 另外又有一些 全都明白 我又頂不住 大哥 我們有些港英語業標 你突然握這些東西 我們頂不住 對 其實大家都明白 在現在所謂D.S.C. 3、3、4個程下 那班中四、中五學生 已經痛苦不堪了 很辛苦 你還要在那個時候 還要剝奪他僅有的 正如時間 搞國民教育 然後要在堂上做大戲 大家齊齊做出戲 給你爺爺看 給你李卓芬這些人體 你這些人做什麼 搞這些文教育 其實是違反教育原則 大家知道怎樣違反教育原則 因為香港百多年來的 開埠到現在的歷史 或者我想全中國都是 從來沒有一個考試 是考你的態度 你現在實際上是考試 考我的態度 看你敢不敢愛國 對 你說考我的知識 我背不到書 我認命 我背到書 或者我懂得回答 我就誇了 但是你考我的態度 即是要我擠些眼淚出來 擠些鼻涕出來給你 那你每人一公升鼻涕 一公升眼淚 加一公升尿 就要給你驗毒 真是神經病 所以國民教育這部分 我們已經感受到 對於香港長語的壓制影響 這一宗是其中一宗 另外我們講過 近一點就是 網路23條 可以說一下嗎 網路23條 剛剛因為 那個選管會 毛澄澄說 這個網絡一定要平等 要公平時間 如果這樣我們今天沒有 電話口我們掛了 對嗎 今天好在不是我 不是選立法國會 譬如你要請郎正來 我們可以請郎正來 我們可以請郎正來 行世界 暑黃昏 那些 李慧琼 那些全部要請來 每人在他面前 辦小事 真是很噁心 那問題就是 選管會最後都要乖乖地認同 根本這件事不practical 做不到 做不到 如果這件事做不到 倒了 那所謂什麼 網絡不准拿別人的肖像 來惡搞 那些又沒有理由做到 或者這樣說 我們全部集中 只是做政府官 是不是 政府官 看白你都沒有那麼瘋 曾蔭權要拿回肖像權 林公公要拿回肖像權 你惡搞我 麻煩你賠錢 但我沒有賺你一毛錢 除非林公公這個公公樣可以賣錢 就可以給錢 如果我賣到錢 我便會給你 但如果我賣不到錢 我又有什麼理由要搞我 我侵犯你的知性晚權 你這個是公眾人物 你擺公眾樣是要給人看 亦是預公眾罵 為什麼一個月收 你幾十萬人工 你什麼人法成經 你什麼廢柴什麼都沒有做過 即是林瑞麟是反過來做事 即是應該這樣說 如果林瑞麟說話 你要補貼香港人 你要給錢香港人 因為你要我們是 受你精神虐待 你是辜負香港人 說你這個人責 我再說一次在網絡評論 林瑞麟你這個人責 你是辜負香港人 你這樣辜負香港人 剝奪我們選舉權的人渣 麻煩你每一次說話 你每一個香港人派一元 你真是死 講起林瑞麟應該知道 另外一件事 他講得最多就是逮捕機制 這個叫仇家補機制 說明 他真正的名字叫仇家補你 所以是很生氣的 是任何人都生氣 如果我去選 我當然生氣 到最後 有什麼東瓜豆腐 就是我的仇家相 你不要說不是仇家 有些人說 你在比例代表制裏 有第三個名單 如果我和隔離名單得票相約 多數都是仇家 對嗎 如果人民和那些 每個都是仇家 對嗎 所以這個叫仇家補機制 你有沒有搞錯 在人類歷史未試過這樣的發明 是一個可恥無恥的林瑞麟 還可以張開口對著全世界 講笑話 說德國人都是這樣 很難度都是這樣 但你自己挖個桶 你自己捐下去 或者你自己開個窗 你自己跳下去 不要浪費我們時間 這個人渣就是人渣 但你見過有人渣 無賴到走去玩別人 你自己無恥就夠了 你說這個仇家補機制 是我們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局 特區政府的偉大發明 是人類創股 抗股力金的一個新的創造發明 是遠超西方民主 遠超潔法信息民主 即是絕無僅有的宇宙開發大爆炸以來 1753億年來最偉大的發明 那你講得夠了 你又說別人都做了這件事 所以我現在跟著做 拜託你無恥到你撕了臉皮 你都不是人 真的難聽 這一節差不多 我們下一節回來 可能可以再講 因為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事 就是跟七一有關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跟大家講一講 好啊 好啊 你走